贱人 你明知道本王明天要去柔儿 竟然敢给本王下药 刚才本王喝的那杯酒 有问题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上次我进宫 被他们羞辱 他们笑话我 是我和你成亲了半年 你都没有和我远方 他们说你看不起我 辱骂我 再加上 再加上我真的好爱你 所以才给你下了药 他真的好爱楚玄辰啊 好想成为他的女人 再加上这些人的羞辱和瞧不起 他才鬼使神差地 给楚玄辰下了药 他想 他明天就要娶妾了 从此 他就要和另一个女人 一起分享她 他那么爱她 他恨 他怨 他不甘心 所以 好想在他娶妾前拥有的一次 只要一次就好 你不是故意的 就凭你 也好意思说爱本王 云若月 收起你那副令人恶心的嘴脸吧 你们云家人说到底 骨子里都是黑的 表面无辜 内心却比谁都狠毒 不 当年的事情都是我父亲做的 是我无辜 我是无辜的 你无辜 你父亲是杀人凶手 你深深留着他的血 你也好意思说你无辜 你装什么可怜 贱人 云若月亮呛地后退 捣坐在床上 他那解释的话语 在楚玄臣看来就是狡辩 楚玄臣满带恨意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怀揣着狂怒与杀气 再不忍受自己的不适 一把撕掉了他身上的衣服 朝他附了上去 疼痛的感觉一阵阵袭来 楚玄臣的动作中 透着狠力 云若月冷汗淋漓 他难受地咬着嘴唇 看着上方那张俊美冷酷的脸 心痛如刀绞 他痛苦的神情并没有得到 楚玄臣丝毫的怜惜 楚玄臣冷冷地瞪着他 眼里满是厌恶 云若月 你为了得到本王 不惜给本王下药 好 很好 本王就成全你 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云若月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知道本王喜欢柔儿 就设计让本王娶你 你知道本王明天要娶柔儿 就设计让本王碰你 脏了身子 原来你竟然这么厌恶我吗 你可知道 哪怕你再厌恶我 我都始终如意地爱你 记着你的救命之恩 楚玄臣的话 像钢刀一样狠狠地刺在云若月心脏上 他现在才明白 原来楚玄臣是这么地厌恶他 那一瞬间 云若月 觉得自己的心已经死了 他颤抖的裹上一件衣袍 光着脚 走进了寒风萧瑟的冬夜里 寒风大肆刮过 湖水泛起轻波 云若月赤脚站在湖边 身上单薄的外衣 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意 看着眼前明月照映下 波光淋漓的湖水 云若月再没犹豫 云若月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沉入湖底 一是残留间 一幅幅往日画面 从他眼前闪光 从出狱的美好 到最后的痛彻心扉 如果可以重来 我是不是 还会奋不顾身与爱上 再次恢复意识 云若月只觉得一阵刺骨的寒 正义睁开眼时 他耳畔边传来嘈杂的声音 小姐 小姐 小姐您别死了 你也死了 奴婢怎么办呀 怎么这么吵 快快看 快快快 小哥不是说话吗 快 他这都我了 失灭了 你这都你鬼了 他这都我 吃什么了 你这都你鬼了 我不是出车祸 这都被送进医院抢救了吗 怎么会在这 此时的云若月 正是那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 国际顶尖外科医生 小姐您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娘娘 您醒了 刚才那大夫明明说 王妃已经死了 怎么还会火过来 难不成 刚才那位大夫 诊断错了 怎么 张嬷嬷 我醒了 你很失望 老奴不敢 老奴 这就去禀告王爷 张嬷嬷平时 都不怕王妃娘娘 可这一刻 她好像从王妃眼中 看出了森冷的杀意 平素在府中 张嬷嬷是最爱 欺负他们主仆的 不过 云若月也明白 若是没有离王的纵容 这些人也不敢欺负她 但是从今天开始 她接替了这具身体 就由不得这些人 再欺负她半分了 我都要看看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到底有多丑 竟然让楚玄臣 在要她的时候 拿纱布遮住她的脸 然而当镜子 照到自己面容的那一瞬间 云若月也差点吐了 因为原生长得真是太丑了 怪不得楚玄臣会那么讨厌的 要是在现代就好了 云若月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她在现代 拥有一整间的生物科学实验室 里面有各种透支的药品 很容易就能把它的脸治好了 可是这是在古代 云若月有些累了 便把镜子放在旁边 双手倚着玉桶 慢慢地睡了过去 睡梦中 她的意识深处 突然浮现了 她的内经实验室 她看到好多药品 还有她以前用过的 各种医疗器材 就在这时 云若月突然在 盛牌的药柜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药品 是她 对呀 有了她 我就可以恢复容貌了 这时 云若月耳边 传来凤儿的声音 娘娘 您睡着了吗 是你啊凤儿 吓我一跳 正在这时 云若月低头往手里一看 发现手里 竟然拿着她之前 在梦里取的药 她顿时被震惊住 她不敢相信地 盯着手里的药 呼吸停滞 浑身紧张 连寒毛都竖了起来 继续 继续